随着边境管制松绑 机场人潮回流 但是却有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抱怨 原本公司每年都会给的鞋袜补助 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从去年2月起就暂停发放 一直到这个月5号 工奔认为旅客增加工作量提升 多次要求恢复鞋袜补助 却都没有下文 甚至还在脸书上po出了多张 鞋跟脱落裂开的照片 呼吁公司要重视员工权益和门面 对此航空公司回应 本月起就会陆续恢复 疫情前的相关补助 边境逐步松绑日前淘机开放 转机旅客可以在后机期间 到出境区购物及用餐 机场人潮涌现 也让地勤人员更加忙碌 但有长荣的地勤人员控诉 他们的鞋子已经残破到 没办法再穿了 鞋跟脱落还从侧边裂开 磨损泛白晒出各式各样的惨况 就盼公司可以恢复疫情前的鞋袜补助 时间比较赶 班机抵累或者是在 可能在外积品的状况 我们都是需要 可能有需要做更好 疫情大家收入也比较少 那公司如果少了这个补助 大家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是不是又再多花一笔钱 甚至边境管制松绑工会 也多次要求恢复 地勤同仁的鞋袜补助 不过8月5号协商会议时 公司仍回应还要再评估 跟公司就是尽可能去反映说 同仁的鞋袜补助能够恢复 男生是一年是两千块 然后女生是一千六百五十元 对此常人航空回应 因为先前员工勤务大多改以 叫静态的教育训练或是支援总公司 因此去年二日起暂停或是减少补助 不过本月起就会陆续恢复补助 对比其他同样穿制服的企业 另外两家国际航空公司 也有鞋袜补助 疫情期间都照旧 而高铁则是公司统一配发 台铁则要看工作性质 检修养护类的人员会配发安全皮鞋等 随着疫情趋缓 交通据点人潮回流 企业赶紧发下补助 整顿门面迎接旅客 志愿聪报道